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准备一些材料 有蒜头 辣椒少许 洋葱 奶精乳的牛肉跟葱蒜 先让它的奶油平均 在我们的锅上面 做蒜头 让它做一个爆香 再来放辣椒 以及少许的洋葱 这时候就可以加我们的牛肉了 就让它翻炒一下 这时候可以 打一些少许的盐巴 那像我们一般 去外面去吃反牛肉 都有可能会有过手或不手的情形 那因为我们的肚子也会 可以平均受热 所以它几乎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位置它都可以受热到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少许的酱油 那增加一些风味 这时候呢 加上一些我们的洋葱 我们的葱 然后才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小牛肉可以完成咯 好 这时候我们不要拉太熟 先把火关起来 好 好 有没有觉得很香呢 喜欢吃牛肉的 好朋友 绝对不要 绝对不要错过这一道 来牛肉 不管你是在外面录影呢 还是在家呢 都可以享受到这一道 铁板料理了 好 那我们的小牛肉就完成咯 不管你是新手或是老手 只要有肚铁锅带 你都是高手哦